采凡开篇所使用的文学手法就非常特别 他运用了一种歌谣对唱的形式 大家要知道诗经和后世的唐诗诵词可是不一样的 诗经最初并非是文人默克们刻意而做的诗词歌赋 大多都是先秦时期传唱的歌谣 尤其是诗经国风中的内容 大多是当时民间的百姓所传唱的歌谣 我们如果曾经去过一些农村山野 就会听到田间山林中劳作的人们唱起了山歌 其中很多也是人们一问一答的这样的对唱 显然采凡这首诗歌最初一定也是一首民间劳作时对唱的山歌 林间水边采凡的妇女们用歌声互相应和以排解劳作的艰辛 那妇女们采凡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 其实凡就是白蒿是常见的一种野外植物 春生秋熟可以食用也可以用以养残 诗歌中的这些妇女们采摘白蒿的目的就是为当时的公侯贵族们养残 但这首诗歌最精彩的地方是全篇没有直接写妇女劳作的过程 而是从侧面灵动的将它呈现出来 比如诗歌开篇所用的对唱的歌谣形式 就赋予了我们别样的文学上的听觉的感受 所谓空山不见人但闻人与想 我们就如同身临其境的走在山林中 隐约听到附近有几位劳作妇女相互对歌 我们并没有见到他们 诗歌里从头到尾也没有任何关于妇女形象的描写 我们只是听见动人的歌谣声穿透了树林山谷 一问一答时有时无若隐若现 诗人巧妙地以声音带出了人和事 从声音中我们知道了这群素未谋面的妇女们 她们是谁 她们在为谁而劳作 文学手法 心颖而有趣 而在诗歌的末章 诗人再次别出心裁 用文学上视觉的形式 对妇女的劳作加以呈现 避之童童 避是指古代妇女所戴的假发装饰 童童是形容数量众多 而且高耸竖起的样子 诗人其实在这里 是用妇女们头戴的假发 来介意描写她们忙碌劳作的状态 我们好像也处于这群劳作的妇女身边 因为她们非常的忙碌不堪 所以我们都看不清她们的脸庞 只是看到她们头戴的假发 在不停的传动 接下来诗人又讲到 避之奇奇 奇奇也是指众多 同时却有舒缓放松的意思 这里诗人言下之意就是说明 妇女们经过了长时间的劳累 由最初的整齐精神到如今发沾盆乱 我们看诗人全诗并没有描述 妇女们具体劳作的过程 而是单单给出了这样两个头部的局部的画面 我们通过这两个局部的画面 就自然的联想到这些劳作的妇女们 长时间工作 劳累辛勤的状态 诗人选择这样的文学视角 可谓是笔法绝妙 值得千年后的我们学习借鉴 双击点赞 关注听灵七 您也可以通过阅读灵七品读诗经的相关书籍 来了解这首诗歌的完整解读 我是灵七 让我们一起品读诗经之美 回归人生初心